真实的程晓军是一个有勇有谋的真英雄 水人兵 他对于局势的判断可谓是颠辟入礼 入目三分 就说最初啊 他组织村民找靠山 当时最投靠的呢 有两伙 一伙是沙烟饭领盒的王弥徒 另外一伙呢 是大家劫势的土匪 大伙说那就投这两家吧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痛快呀 可是程晓军不同意 他要投瓦罗钢债的李密 为什么呢 李密家世好 四世三公 反对袁绍 一直有人认识 这他送你钱送你 跟着他 也有什么作用 程晓军投了一千 这是一个 后来李密失败了 到了王世冲呢 可是没过多久呢 他就拽着秦雄一起投了 为什么 他说哥哥呀 王世冲这个人装神弄鬼 权谋之术用的太多 根本是不大 跟着他没出息 于是他带着秦雄一起投了 八次算秘书 雅城八次秘书 是基于征程八次推荐的一门占目处 让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次秘书 二十余年的道党 擅长八次算秘书 居家风水部 林福海 道党归信 二零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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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冰 术世冰一半 希望快快清洗 以后 做的这些文工了 陈将军 史丽终于把你们给判了 快 你干什么 对啊 天王科技 听听听听 所以你看 陈晓军 他对于大局的判断 是非常是准确的 而且不光这个 史书记载 他曾经给自己还起过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陈之杰 从之杰儿子就可以看出 真实的陈晓军 他是一个有气节 有骨气的 那么的气节 体现的哪里呢 怎么知道 李扬建立之处的一段时间 李世冰并不是特别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太能干了 李渊就单身定儿 将来会威胁到自己 帝王之家 哪里有什么军事和言呢 是不是 所以呢 李渊有意识的削弱李世冰的势力 进行把这个支走 明天呢 把那个派到远方去 一个太平正式 这其中就有陈晓军 那么李渊派他去哪呢 康州测史 按说这也算是一部小诸侯了 可是陈晓军不去 愣是不走 不去上任呢 李世冰也纳闷啊 为什么呀 大好前程啊 主政一方为什么不走啊 陈晓军说 我们要都走了 你怎么买 你就只剩下锅盘 对啊 到那个时候 谁想收拾你 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所以我坚决不走 这就是真实的陈晓军 在大是大非上 大问题上 他看得特别清楚 立场非常坚定 那么 有朋友可能要问了 既然陈晓军是一个大人大义 有用有谋的人 那凭什么随藏演绎 那么编 那么召见陈晓军啊 哎这个 咱们就得说说 戏剧 怎么知道 戏剧里面有生蛋 镜木偶 老生 这个 轻易 当然是主角啊 可是这样子觉得太刻板了呀 时间才能看得下去啊 那就给折三差五的那一个丑角来搅搅搅搅搅 这样才有意思 比如说 情句 花围梅里边 我说五姑娘 我给您说的亲事 就是王绍安的儿子 王尊卿 您要是愿意呢 就冲我们那么一笑 要是不愿意呢 就把小嘴那么一叠 原来夫人 来 咱们看 笑了笑了 行啊行啊 愿意了 愿意了 你看 有了软嘛 也就是赵立荣老师扮演的这个丑角 舞台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 在随堂演义里边 程晓金那是除了名的服务将啊 而服务将 其实就是戏剧里面的丑角 这是说书人的构想 比如说 乐队段啊 或者说说乐全段里边 这有个牛稿啊 那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 不让程晓金做丑角呢 人家说了 随堂演义是从秦时宝 随堂演义是从一个天然的秦时宝 就是他 所以刚才说的原因 其实曾老师在这个事情上 还有一个无小时代的作用 咱们说 过去 说书上 既然看 谁看呢 既然老百姓 而老百姓算是有一种心态 那就是 有带入感 希望自己能够成为 戏里面的某一个人 比如说想当英雄啊 那就当秦琼吧 当罗腾吧 可是这样的英雄 结局都不太好 当英雄太惨了 代价太大了 所以呢 也就有人呢 想当一个混事的 能耐差一点没关系 吃个香 睡得着 命还长 这种 这很舒服 程晓金 恰好就满足了这些人的 代入的需求 艺术作品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它可以承载我们 卸下的生活压力 也可以满足我们 潜意识当中 等待会儿 等会儿 谢谢观看